听听就好 别太认真 无正经Podcast 因为我最近去了Harborfront的Library 你懂Harborfront Vivo City有Library吗 有在楼上那边的吗 好像是三楼 在GV楼上 然后我已经很少进Library了 可是那天突然间就兴起了 觉得说I should go一下Library 去呼吸一下书的新鲜空气 就是书的那个气味这样子 因为其实你都是在shopping这样而已 买东西吃东西 我都被那种电脑每天做工 就是看屏幕看到眼睛累 我会觉得说眼睛是应该看一下纸这样子 是好难得哦 因为我每次看到 因为应该大部分的人 就是特别是同事朋友 看到你在shopping mall的时候 都是嘴巴里面有食物的吧 对我也相信是这样 就是永远是塞满食物的 然后手指拿 没有嘴巴刁跟牙签这样 包住婆妹 总之我就是去了 然后我就很吓到 因为我太久没有去Library了 然后很多心意的东西我没看过 可是Vivo它很interesting的 它的那个sitting area 你懂啊Library每次会看到谁 年轻人嘛对不对 小朋友小朋友啦 对不对 就是学生什么的 小朋友也有可能对不对 就是在那种小孩子的area什么的 然后Vivo它的design很奇怪 还有一个地方 就是给人家坐着读书对不对 可是它的椅子 都是beach bench 就是沙滩的那种椅子 这样子 OK它又给人家另外一种氛围啦 就是很舒服的relax这样的感觉 对因为它靠近Santosa嘛 对不对 所以它就有一个一个beach bench 这样的位置很大 很多beach bench 它全部faceSantosa那个area的 就是给人家看风景这样的 所以其实有人竟然真的把那个beach bench 用到极致 都是老人家 你知道他们在干嘛吗 他们坐在那边享受着室内的aircon 然后就把自己当成是在吹海风这样 然后看外面 然后不知不觉睡着了 Oh my god 所以你的意思是 这些人其实不是去那边看书的 他们手上没有书 老人家的手上没有书啦 没有书啊 没有 连书都没有 他真的是去那边睡觉的啊 我看了有差不多三四位都不小心就睡着了这样 然后有差不多一两位啦 他们手上是拿着手机的 可是他们也就是 你懂吗 图书馆就是说什么静音嘛 你不能发出声音 他已经尽量把音量调小了 是 他没有带 earpiece 他就还在看他的他的Facebook视频还是TikTok视频 哦 所以还是有声音的 嗯 可是他们就是把那边当成是消遣的地方 哦 对 就休息的地方啊 他们也没有在看书 看报纸之类的很少 是 哎 这个其实让我想到前阵子我也是看到一则新闻 嗯 这个他们就就是有一些 有一些家长啦 特别是他们可能有学生 有孩子 就是孩子可能现在还在念书什么之类的 嗯 他们就有把这样的一个现象po上网 哦 然后就讲说是有点带着气氛的那种情绪去 气氛 嗯 就是我们现在很多的小朋友哦 学生哦 他们在这边念书 没有位置了 没有空间了 没有办法好好的念书 为什么呢 因为老人家占据太多的这个空间了 哎 等一下 我这个我听了我很气愤 嗯 其实是气这个妈妈 嗯 不是每个学生去里面真的会读书哦 也是在里面吹iCone的哦 因为老娘以前也是这样 哈哈哈哈 各位 没错 你知道我最近也是去vivo 刚好就是同样的vivo的那个library啊 对不对 嗯 我看书可能是 就是看一下那个书架上的那个书的那个cover 嗯 然后大部分的时间是在那边charge我的手机 哈哈哈哈 谁比较过分 这个还倒用人家的电 哈哈哈哈 到底谁还过分 人家老人家只是坐到那边吹个aircon 有可能太舒服 不好意思睡着了 你这个还有人家的电 哈哈哈哈 而且是做一些跟library无关要紧的事 哈哈哈哈 你才过分呢 不是因为现在耶 现在library真的是变成有点像这个样子了 因为现在看书没有那么的流行 你现在还有看书吗 就是因为那一次我才看了一本书 我真的借了一本来看 哦 因为有这样的一个环境 对 哦 可是因为我不会特地去到图书馆去借书现在 说真的 因为网上有很多啊 你会去买书啊 买书会啦 可是买了放在家也没有看我翻了 嗯 可是反而就是在在图书馆对吗 因为你有一个期限说 哎你这个时间一定要把书就是还啊 还是什么你借了你就要还嘛 对 所以在那个期限我突然间感觉到有一股 压力这样子 我一定要把书读完 哦 所以那本书我可以在两三天内就搞定了 哦哇哦 对我读书其实速度很快 是 可是我就是懒得走去那边借书 所以你其实真的还是有在看书的 然后就只是说你觉得不是很想借图书馆的书啦 你不要想要可能从网上去买一些书这样子 不然就是网上看那种online的了我也不会去买physical books ebook啦 这样子 ebook 对 对 所以现在图书馆就是这样的一个问题啊 嗯 很多人不看书了 嗯 对不对 真的有在看书的人呢 可能就请愿我自己去买一些书 嗯 或者是我看那种ebook咯 啊 我根本不用印出来的那个纸本的书嘛 对不对 看屏幕就可以了 这屏幕上面什么东西都有的 对不对 所以对他们来说就是 图书馆变成是一个 很多人去那边真的是两个目的 一个就是去念书 嗯 一个就是老人家消遣去睡觉 休息这样 吹吹aircon这样 哦 嗯 你啊 我以前还有做一个过分的事情 什么 我去library借toilet 嗯 因为他的toilet很干净 哦哈哈哈哈 真的很干净 没有错啦 没有错啦 这是公共资源啦 对啦 其实这个就是一个地方 希望可以促进大家去做学习 这样子 然后 他因为是一个公共的空间啦 所以我觉得 很难免的一件 事情咯 对咯 所以我不了解为什么那个妈妈有这么好生气的 嗯 难道 你 你是气 人家就是滥用公共资源 他觉得现在的孩子没有空间去做学习 对 你也是有问题啊 你家不够conducible啊 对咯 你是很奇怪啊 嗯 所以我觉得很多时候 哎呀不一定要去到公共library啦 学校没有library嘛 是 所以我觉得这个就是 也也反映出来了 我们有的时候在看一件事情的时候 我们是很偏心的去看 嗯 对不对 对我们来说哦 因为好像年轻人哦 读书哦 很重要耶 难道老人家休息的地方也不也就不重要吗 对啊 对不对 对啊 啊咯 就是他在那边他是在念书 对老人家去那边他休息的时候也可以看书啊 对啊 也可以看报纸啊 对啊 对对 所以其实不能说占用啦 我觉得占用也太夸张了啦 这个字眼 对就是一个 他就是一个公共空间 大家都可以有这个资格去进去里面去享受里面的设施啊 而且我发现哦 其实如果你是真的在里面睡着的话 你被里面的图书馆的人员发现的话 他其实是会叫醒你的 对对对 然后把你赶出去的 啊是 OK 睡觉就是不应该啦 对对对 但是有时难眠啦 但是他们有时候他他特别是刚刚我们讲的那个妈妈投诉的 他讲说他很气愤的那个情况底下就是这些人真的是来这边睡觉 睡觉了之后图书馆管理员就 哎不好意思哦 你要起床了哦 对不对 这里不可以睡觉哦 然后他就醒过来 醒过来之后图书馆管理员走了吗 对 你可睡 太舒服了啦 学校里眼光开得这么大 哈哈哈 是真的会有这样的一个状况 但是我真的觉得是一个很难免很难免的 的一个状况的 对啊 我觉得图书馆本来就是让人家去休息 然后去阅读一下书 去增进一点知识 去学一下用电脑什么之类的 我觉得他就是很多用途啦 嗯 给人家找资料什么的 所以我觉得那个妈妈其实莫生气 真的 嗯 没有什么好生气的 如果真的是一两个这样子就OK啦 可是你 你的那个责骂是感觉骂了全部老人家 我用那个 用那个设施的 嗯 我觉得不用啦 没必要 真的嗯 我觉得大家一起shareshare用 OK啊 老人家也还是可以用啊 是对啊 而且我觉得说我们也是时候去想想跟关注一下 我们是不是有足够的空间去让老人家去好好的享受生活 诶 这点我通 对 因为我们是已经慢慢步入一个老龄化的一个社会了 那我们在这方面 我们可能以前少一点关注 但是我们现在是时候要来关注这件事情了 你有没有发现到很多shopping mall里面 椅子很少 哦 因为他不要人家坐在那边 他不要人家坐在那边 他要人家一直去shopping 那你如果说少一点椅子的话呢 嗯 你没有办法坐在那边休息的话 你会去哪里 你就会去商店去买饮料 我会进手里面坐着 哈哈哈 没有哈哈哈 你就会去商店消费 哦 是是是 对不对 你就会去那边喝点饮料 然后你就会开始消费了 对 我觉得是有点可惜的 因为我觉得说 太商业化了 商业化 商业化 可是我觉得 呃 怎么讲呢 你没有放椅子的话 你的商场这么大就很像vivo 不是我们一直要讲vivo 我们就是因为刚好我们 就是看到我们在那边嘛 如果一个这么大的商场 没有椅子给人家坐的话 嗯 不要讲老人家啦 我们年轻人有时候我们shop的有点太过活的话 嗯 就累的话 还是要找地方坐的啊 有的人就是不渴 有的人就是不想吃东西 我就是不想去restaurant 你还是要位子给我坐啊 很像爸妈抱着孩子还是什么的 需要找地方休息 还是需要椅子啊 嗯 我是觉得说 好像要你讲的对 政府其实真的要考虑有另外一个地方 可以让这些老人家 消钱啊 还是什么的 图书馆咯 对 除了图书馆啦 还有别的地方啦 不然又有complain 对不对 不是 如果说我们可以慢慢的 改变我们对于图书馆的想法 嗯 跟概念 以前图书馆就一定是去那边看书 那我们可不可以把图书馆慢慢变成是一个 学习跟休息的一个地方 也就是说我们不要把图书馆当成是一个 只是在那边我要看书我才可以进去啦 我只要看报纸我才可以进去啦 我没有报纸我没有看书我就不能够进去 嗯 但是它是一个可以是一个学习的空间 例如说你可以在里面进行一些可能小游戏 可能是一些关于学习的一些东西 或者说它可能有一些策展啊什么之类的东西 可能可以充分的利用这个空间变成是一个 它真的是for studies for learning 的 哦 一个地方 for seniors learning 啦 不不一定是 seniors anyone anyone我们 其实这样他们有耶 可是不常我发现会吗 我也不知道 嗯 可是我这偶尔我有看到 嗯 就是说哎 很像有些很像你讲的策展啊什么东西的 嗯 很像有嘞 嗯 可是哦 好像很多人都有可能看看了就飘走了 嗯 真正去了解去看的人不多 是 但是可以多一点啦 可以多一点就是我们慢慢去改变我们对于这个空间 的想法 嗯 把它当成是一个真正学习的一个地方的话 嗯 那我们就会自然的有一些不一样的东西 例如说呃 有些图书馆它是有些地方是隔开来的 好像China Town的那个图书馆 嗯 它有一个地方 中间有一个空间是可以变成一个小室内的空间 然后里面可以办一些讲座啊什么之类的 嗯 的东西的 对 那如果说有人要进来休息的话 可能也可以提供这样的一个空间 让他们在里面休息的当儿 希望说他们也可以在里面进行一些 跟学习相关的一些 东西啦 那我觉得这个空间就可以好好的利用啊 因为老实说如果你真的只是要人家进去读书的话 你你的图书馆真的还会有人去吗 我担心的是这个啦 可能真的没有人去了啦 听听就好 别太认真 不正经Podcast 谢谢大家 by bwd6